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我算是打從受教育以來 對 開始上學以來 其實我就在政治的 參與公共政治這個環境長大 對 因為我的父親是從 領長 里長 再到議員 所以其實我從小的成長過程 其實都一直不斷的跟公共事務 這塊領域是有接觸到的 那但是如果要嚴格來說 真正開始參與公共政治的時候 真的投入其中 應該算是2018年 就是我父親要選連任 還有柯市長要選連任的那一年開始 才真正的完全自己是投入進去的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念設計跟美術 而且我主修是攝影 對 所以其實跟大家以往印象中 有點不太一樣 那其實我過往就是在業界 就是畢業之後出社會 其實就是一直在設計圈 行銷跟公關這個行業在工作 因為其實每四年 其實我都會協助我父親做文宣 對 就幫他做一些選戰上面的 文宣策略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算是一直以來 都在參與公共政治這塊領域來做 那但是其實嚴格來講就是 對政治會慢慢萌生興趣 其實也是在我做文宣的過程當中 開始有發現說 原來每一屆每一年都可以有好的一些政策 你是可以藉由就是名義代表這個角度 然後去落實的 那我還是可以給你 可以 這個聊天的會比較主宰 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是屬於開創型的 因為我們是從黨無到有 慢慢的從籌備 然後募集 然後慢慢的建立起來 所以我覺得蠻有 怎麼講共患難的精神吧 所以你說跟政黨的情誼 不是像一般的政黨 他們可能是可以跳來跳去 或者是說他們是 可以為了利益而去 去做一些爭執的 因為我們是等於說 從無到有慢慢的孕育出來 那大家其實是真的蠻辛苦的 用土法練綱 然後苦行僧的方式 才慢慢的走到這一步 那它的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有公務的實務經驗 我會知道哪一些事情 你是真的可以提的 而可以被落實的 你不是說你去喊喊 你去提出一個 哇 超精彩的牛肉政見 但是其實它實際上根本做不到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 其實跟 我覺得應該不要先說是 哪一個政黨之戰 而是在攀開 鋪開整個議員的候選人裡面 我們算是相對有優勢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知道哪些事情 是可以被落實的 而且是實質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相對的民眾黨 我們幾位曾經擔任過副發言人的 或是局處的局長的 我們一定可以去提出 實際務實的政見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 很多政見不再只是提提 而我們提的東西 也不會是空穴來風 嗯